潮水潭 潮水潭 Peppa和George跟著豬爺爺和豬麻麻去海邊玩 Peppa和George很喜歡海邊 沙去哪兒了 這個沙灘是沒有沙的,Peppa 沒有沙? 但是我們想在這堆沙城堡 Peppa和George很喜歡堆沙城堡 你乖吧,George,不要哭 在這個石灘上 最有很多刺激的事可以做 例如是甚麼? 當海水退了之後 在石與石之間就會留下小水潭 他們叫潮水潭 而在每一個由海水造成的潮水潭裡 旁邊也有些很特別的東西 我看到有些東西閃閃閃 是個硬幣 這個硬幣可能是海盜的寶藏 不如把我們找到的東西收集在一起 好啊,把找到的東西放在George的寫筒 不知道這個潮水潭有甚麼驚喜等著我們 這個潮水潭裡也沒有特別的東西 好啊,每個潮水潭總有些東西的Peppa 細心點看看 嘩,真的有些東西 是啊,又一隻 哎呀 蟹夾著豬爺爺的手指 哦 蟹先生,你真是百厭 看看George,原來蟹先生是橫行的 好啊 George,假裝蟹這樣走 Peppa也想做一隻蟹 我們是百厭的蟹 鉗,鉗,鉗 鉗,鉗,鉗 鉗,鉗,鉗,鉗 鉗,鉗,鉗,鉗 走啊,走啊 你們兩隻百厭的蟹 回到你們的潮水潭裡 是啊 我們去看看其他的潮水潭 你看到甚麼 一個背殼 聽到海浪聲嗎 這是甚麼意思 如果你放個背殼在耳朵裡 你可以聽到海浪聲 嘩,我聽到海浪聲 嘩嘩,我好喜歡這個背殼 George,你可否收個背殼回來 背殼 這個不是背殼 Peppa說得沒錯,這個不是背殼 George找到一塊花石 甚麼是花石 花石是一些很久很久以前動物的鞋骨 來到恐龍時代那麼久 恐龍 潮水潭真的很好玩 是啊,我們就很好玩 但對於這條魚仔就不是了 魚仔?在哪兒 嘩 這條魚仔真可憐,它被殘在這裡 嘩 這條魚仔說,它很想現在回到大海裡 或者你可以用George的水桶來救他 是啊 Peppa用水桶把魚仔救起 魚太太,你不用擔心 你很快會和朋友一起 魚太太,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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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潮水潭 奇安 Peppa和家人在看他們最喜歡的電視節目 《薯仔神探》 我就是薯仔神探了 我是世界知名的神探 請你幫幫我,神探先生 我到處都找不到我的花 你要找到我的花,就在你的頭上 謝謝你,神探先生 那很容易,我也能做到 我肯定你可以做到的 爸爸,我長大了之後 想做一個很出名的神探 George,也想做神探 如果你們想做神探 你們每個人都需要一頂帽 神探經常戴著帽子 現在你們看起來 好像兩個真正的神探 我們還要那樣很有趣 可以令所有東西的樣子變大 那個是放大鏡 我想廚房的櫃桶有一個 在這裡,是一個真正的放大鏡 嘩,它是怎麼用的 你放它在東西的前面 那樣東西就會變大了 放大鏡令到金魚變大了 我可不可以試試 放大鏡令George的眼睛變得很大 對呀 現在你們兩位神探所需要的東西 就是一定要破解的奇案 爸爸,什麼是曲奇案 是奇案才對 這是神探最擅長解決的東西 例如,找些不見的東西 我知道了,我們可以找George的恐龍出來 他整天都弄不見的 恐龍 恐龍先生並沒有不見 噢,不如找你這副眼鏡 爸爸,你整天都說找不到它 今天沒有不見的 我這副眼鏡在這裡 不想 也沒有曲奇案被我破 你想我製造一些奇案給你查 是呀,麻煩 謝謝 G先生將會製造一些奇案出來 現在桌上有些什麼呢 有一條小魚 有啤啤紅 有彈弓小丑 還有恐龍先生 沒錯呀 你現在留心點看 儘量記住他們 有一條小魚 啤啤紅 彈弓小丑 以及恐龍先生 你記住他們沒有 記住了 那好吧,你們幾個在外面等一會 我準備好就會叫你們 你的聲音聽起來好像是爸爸上樓上 現在應該是下樓下 搞定了,你們現在可以回來了 桌上有一樣東西不見了 知道是什麼嗎? 桌上有恐龍先生 一條小魚 大公小丑 那誰不見了呢 呃… 啤啤紅 完全正確 啤啤紅不見了 Peppa,George,你們很厲害 這些對我們來說很容易 因為我們是有名的神探 但是這宗奇案只是破了一半 啤啤紅去了哪裡呢 我不知道 地上那些一粒粒的東西是什麼 這些是蛋糕碎 他們用放大鏡就很容易看到那些是蛋糕碎 不知道啤啤紅剛才是否在吃蛋糕呢 蛋糕碎是沿著這邊去的 啤啤紅一定是吃了很多蛋糕了 蛋糕碎一直到Peppa和George的房間 蛋糕碎來到這裡 我們怎樣找啤啤紅 你問我一些問題 但是我只會回答你 是或者不是 那好吧 呃… 啤啤紅在這間房間 是 啤啤紅是否在George的床上 不是 啤啤紅是否在很高的地方 是 啤啤紅在我的床上 太好了 看見奇案破解了 你是不是長大後 都想做神探啊 Peppa 其實做神探一點都不容易 很難的 下一次我寧願去做製造奇案的人 好過 就像爸爸你這樣 George的朋友 有 Peppa和她的朋友在遊樂場裡玩 Peppa、Sussie還有Danny 在這裡玩騰騰轉 你們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 就這樣 開始了 轉快點… 那好吧 George太小了 不可以玩騰騰轉 他在這裡打千秋 Rebecca她來了 還帶她弟弟Richard來 大家好嗎 好嗎 我可不可以一起玩騰騰轉 跳上來吧 Rebecca 我們這次要轉得很快很快 Richard都很想跳上去玩騰騰轉 如果Richard上來 那我們就不可以轉那麼快了 Richard可以和George玩 Richard你想去和George玩嗎 不想 George有一隻恐龍 好像你那隻 我們去看看 George和Richard的年紀一樣大 Richard想看看George那隻恐龍 恐龍 George,可不可以借一隻恐龍給Richard玩一下 不用 Richard,可不可以借一隻恐龍給George玩一下 不用 是 George和Richard都不想分享大家的恐龍 George,如果和人分享玩具,好玩很多 George真是一個很乖的小朋友 恐龍 George George不喜歡和人分享 Richard,現在輪到你給George抱著恐龍 Richard,亦不喜歡和人分享 你們為甚麼事哭得這麼大聲 每次George和Richard一起玩,到最後都會哭 他們太小了,不懂如何和人一起玩 今天,我們幾個一起堆沙城堡 首先,要把水桶填滿沙 然後你們就反轉水桶,然後輕輕地拍下它 現在,我們拿起水桶 成功了 Richard做了沙城堡 成功了 George也做了沙城堡 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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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你們兩個做姐姐的 應該教Richard和George 如何和睦相處和一起玩 沒錯,我們是姐姐 而George和Richard太小了 不懂如何和人好好一起玩 我有一個好主意 George,你在遊樂場最喜歡玩哪一種遊戲 搖搖板 George,最喜歡玩搖搖板 搖搖板 原來一個人玩搖搖板 是有困難的 Richard也想玩搖搖板 搖搖板 搖搖搖搖搖搖搖 看看,George和Richard 喜歡一起玩 搖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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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 George和Richard都喜歡一起玩 杜草人先生 今天Peppa和George去了爺爺媽媽家玩 你好嗎?爺爺 好嗎?爺爺 好嗎?Peppa和George 爺爺,你在做什麼? 我在做我的花園 這些種子會種出很漂亮的花 只要我把種子放在地上 然後再用泥蓋著種子 種子去了哪裡? 種子不見了 真奇怪,我很肯定剛才放了種子 是呀,爺爺,我們也看到 但現在的種子不在 不要緊,我只要放多些種子 正如我剛才所說 我只要放種子在地上就可以了 有一隻小鳥在吃爺爺的種子 你不能吃我的種子 我現在知道那些種子去了哪裡 已經在小鳥的肚子上 又來了兩隻小鳥 在吃爺爺的種子 看看 走呀,走呀 什麼事這麼吵 媽媽,我那些花的種子被小鳥吃光了 所以我們在這裡趕走小鳥 這樣趕走他們是沒用的 他們會再回來的 看看 我們需要一個稻草人 什麼是稻草人 稻草人是個用稻草做的人 專門來嚇醜小鳥的 你這個主意真是很好,媽媽 我先去做一個 你們跟著我來 再見,小鳥 我們現在要去做稻草人了 這間就是爺爺花園的棚屋 這裡有很多東西 可以讓我用來做稻草人的 首先,我們要兩枝樹枝 和一些繩 我們去找吧 Peppa找到樹枝 而George找到繩 很厲害 我會把兩枝樹枝綁在一起 來做個身體 媽媽找了一些稻草 和舊麻布袋 非常好 我會把稻草放進袋裡 用來做個頭 現在就需要幫稻草人穿衣 這裡有一袋舊衣 George,找到裙子 George,你很傻 因為稻草人先生是不會穿裙子 Peppa,找到一件外套 非常好,Peppa George George,找到一頂帽 做得好,George 現在稻草人先生需要一個樣子 說得沒錯 這樣你和George 想不想幫他畫個樣子 好,麻煩 George,畫了一雙眼和鼻 而Peppa就畫了一個嘴 畫得很漂亮 稻草人先生,準備好了 好 雀鳥在找爺爺花的種子來吃 看看,雀鳥回來了 不用擔心,Peppa 稻草人先生會嚇走他們 成功了,稻草人先生 嚇走了雀鳥 好 好極了 那些花的種子不會再被雀鳥吃了 爺爺,雀鳥看得很不開心 是呀,他們一定很餓 所以我拿了這東西來 是甚麼來的,媽媽 是雀鳥餵食器 爺爺,可不可以給我一些種子 來吧雀鳥,吃午餐 現在雀鳥有自己的種子吃了 好,現在雀鳥又開心了 Peppa很開心 因為爺爺的種子沒有被雀鳥吃了 但他更開心的是 雀鳥不會再餓了 大風的秋日 今天Peppa整家人去公園玩 真的好冷 說得對 快點去穿衣服暖 在寒冷的日子 Peppa和他的家人會戴帽子 頸巾和穿衣服 先蓋上車頂 還要開暖氣 大家是不是又暖又舒服 舒服呀,爸爸 就這樣,出發 這裡是公園 我們到了 太好了 媽媽,為什麼所有葉都是紅色和黃色 因為現在是秋天 在秋天天氣會比較冷 薯葉也會轉色 都很大風 不如玩個遊戲保暖吧 快點兒 輪到我了 球不應該去那邊 風把球吹走了 球掉到池塘裡 我會用這枝樹枝撩它回來 爸爸要穿遠一點 老公,小心點 不用擔心 差不多撩到它了 爸爸,池塘裡的水冷不冷嗎 有一點點 風把球吹離開了池塘 真是幸運 對,我們真是幸運 現在越來越大風了 這麼相信你們的帽子 不用擔心的,George 爸爸會幫你撿上帽子 快點去吧,爸爸 看看,頂帽子在樹上 讓我爬上去撿上它 這棵樹太幼了 他承托不了你重量的老公 那怎樣幫George撿上帽子呢 很簡單,讓我搖一棵樹就行了 或者我要搖大力一點才行 我以為這件事只會發生在我身上 一點也不可笑 這樣也挺可笑的,媽媽 我想應該挺可笑的 George,你的帽子在哪裡 就在你頭上 你帽子在這裡,George 你這次要緊緊一點 Diffon把樹上所有的樹葉吹在地上 看看我吧 Diffon現在承托著我 Diffon強到可以承托著Pepper Diffon強到可以承托著George 爸爸,你也試試吧 我可能比較重 來吧,爸爸 真的很好玩 好,那好了 Diffon強到可以承托著George 我覺得很好玩 媽媽快來吧 你也試試吧 如果Diffon停了 我會掉下 Diffon不會突然停的 Diffon停了 一點也不好笑 但真的很好笑 現在風停了,我們做甚麼好 你最喜歡的遊戲是甚麼呢 就是在泥淡上跳上跳下 但這裡根本沒有泥淡 到處只有乾又悶的樹葉 那麼乾的樹葉有甚麼用 我不知道 就是在上面跳上跳下 朱先生很喜歡在樹葉上跳上跳下 Peppa很喜歡在樹葉上跳上跳下 大家都很喜歡在樹葉上跳上跳下 今天是秋天以來最開心的一天 時間感浪 Peppa和她的朋友正在上唱油堂 今天所有同學將會做一個時間感浪 甚麼是時間感浪 所謂時間感浪 是會告訴未來的人知道 我們現在是怎樣生活的 怎樣 我們放一些特別的東西進去桶子裡 然後我們就將它埋在學校花園上 她會不會長大 不會的,Susie 桶子會留在地下下面很多年 現在我們應該放些甚麼東西進去好呢 畫畫書 非常好,Peppa 音樂 非常好,Susie 換雞 按鈕 油飄 紅蘿蔔 你很喜歡紅蘿蔔 是不是,Rebecca 是 這個桶子的東西 全部都能夠展示到我們的日常生活 晴玲太太 我想知道未來會是怎樣的 那你覺得會是怎樣的 我想到了未來的時候 我會住在月球那裡 而我所有的朋友都會來月球探望我 而我在未來就會駕駛火箭 好嘛 現在我們會錄一段訊息 給未來的人看 大家和未來打個招呼吧 未來你多好嘛 我想你們現在可能是住在月球上面 還會去火星旅行 還會坐著火箭,到處去玩 非常好 差不多時間放學了 所有家長都來了 媽媽、爸爸 我們弄了一個時間錦囊 朱先生,你來得真是合時 幫我們掘個洞 當然沒問題 朱先生在學校的花園裡掘了個洞 是用來放時間錦囊 搞定 我們可以掘它出來沒有 哈哈,它將會留在地下下面 好多好多年 只不過我等不到那麼久 對呀 Pepa,你和你爸爸小時候真的很相似 是嗎 是呀,我還記得那時候我也是他老師 你有教過我爸爸嗎 是呀,你們爸爸媽媽我也教過的 是嗎 是呀,成平太太 是呀 你們的爸爸媽媽小時候 都弄過一個時間錦囊 是呀,沒錯 我們埋了它在一棵樹仔旁邊 可以掘它出來嗎 可以 我想我們是埋了它在這裡 哦,我還以為是一棵很小的樹梨 哈哈,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一棵樹現在大了很多了 哈哈哈哈 看看,我找到的東西 是我們以前的時間錦囊 太好了 我好急想開來看看 哈哈哈哈 好了,各位,退後一點 知道,成平太太 我們這裡有些什麼呢 哦,是一本舊漫畫書 是我最喜歡的漫畫書 一件貼皮玩具 是我最喜歡的玩具 唱片 是我最喜歡的唱片 還有一塊放了很久的紅蘿蔔 是我的 你很會選擇呀,媽咪 還有一盒你們爸爸媽媽小時候拍的錄影帶 哦 那隻戴著眼鏡的豬仔是誰啊 哦,就是爸爸 哦,那是我啊 未來你多好嘛 哈哈 你小時候的聲音這麼尖 哈哈哈哈 你們現在可能是住在月球的了 哈哈 爸爸小時候真的很傻啊 哈哈哈哈 做時間錦囊真是好玩 哈哈哈哈 不過找到時間這麼狼狂,更好玩啊 循環再做 清潔工人牛先生在收集垃圾 現在時間還是很早 所以牛先生倒垃圾的時候 都會盡量很安靜 不過牛先生在保持安靜方面 就不是那麼厲害了 好 Pepa和George吃完早餐了 怎麼這麼吵 是牛先生在這裡倒垃圾 牛先生你好 好,各位好,我要走了 我還有很多垃圾要倒 再見 再見 牛先生已經幫我們倒垃圾了 好極 吃完早餐,收拾好桌面的東西吧 我們可不可以幫忙啊 可以,你幫忙吧 讓我把這個空瓶放進垃圾桶 Pepa,停手 怎麼了 我們是不會把瓶放進垃圾桶的 因為他們可以循環再做 循環再做為甚麼 所有我們不可以再用的東西 我們就會放進垃圾桶 給牛先生收集 但是所有我們可以再用的東西 就放進這些回收箱裡了 紅色這個是收集報紙的 藍色這個是收集女罐的 而綠色這個是收集瓶的 Pepa,你有一個空瓶 那應該放在哪個箱裡 綠色箱 對了 很好玩 現在就輪到George了 你去找一份報紙放進紅色箱裡 George,想回收豬先生的報紙 真的不好意思,George 我還沒看完報紙 待會我再給你 那好吧,給你吧,George 報紙是要放進紅色箱裡的,George 現在我們收集足夠的東西了 那就可以去循環再做中心了 好呀,出發 朱太太拿瓶 Pepa拿磁罐 而George就拿報紙 大家是不是都準備好了 是呀,Daddy 那我們出發吧 這兒是兔小姐的循環再做中心 我們到了 好呀 你們好嗎 兔小姐你好嗎 你們是不是有垃圾要循環再做 是呀,沒錯 非常好 開始了 兔小姐在做甚麼 她在將一些生瘦的舊車循環再做 那些玻環要放在哪個箱裡 是綠色箱呀 對呀 而女罐呢,就放進藍色箱 Pepa好聰明 George,想把報紙循環再做 好呀,George 你放報紙進回收箱呢 嘿嘿嘿 搞定 今天她的環保回收工作做完了 沒錯 我們回家了 哦 我們的車去哪兒了 Pepa的車不見了 走開一點 兔小姐要將Pepa的車循環再做 停手呀 車是我們的 甚麼呀 是不是真的 是呀 我們這輛車又不夠,還沒有生瘦 我真是傻呀 我太喜歡把垃圾循環再做 是呀 我們也是呀 但是我們還很喜歡我們這輛車 是呀 而我們的車都很喜歡我們的 是嗎 去池塘放船 那些鴨仔在池塘上游泳 他們很開心呀 Pepa,George,朱先生和朱太太剛來 你們好嗎,鴨仔 那些鴨仔想吃麵包 鴨太太,對不起呀 我們今天沒有帶麵包來這裡 不,不過就帶了一件更好玩的東西來 Pepa帶了他的玩具船來 而George也帶了他的玩具船來 幫你的船上鏈先吧,George George,船是要上鏈推動的 George,快點吧 放船進池塘,不是那條鏈就會走光了 George很喜歡他的上鏈的玩具船 媽媽,你幫我的船上鏈吧 Pepa,你的船不用上鏈的 Pepa的船是帆船 是要靠風吹動的 我不喜歡我的船 它下水也不動 那就因為今天沒有風吹動它 或許他需要一點幫忙 我吸氣,我再吸氣 然後我吹你的船向前走 好呀,他真的走得很快 Pepa很喜歡他的帆船玩具 Pepa的朋友來了,她是Sussie 大家好嘛,Sussie你好嘛 我們在玩船仔 我帶了我的快艇來 他是賣相鏈的 不是,是用電池的 Sussie這隻快艇是用電池推動的 這隻快艇好厲害呀 鴨太太,對不起呀 Danny來了,他和狗爺爺一起來 大家多好嘛 Danny好嗎 我爺爺做了這隻有螺旋掌的船給我 哇 我就這樣看,很厲害呀 是用甚麼推動的 是用精氣推動 只要推一下子控制桿就可以了 這隻螺旋掌船很厲害呀 Rebecca和他媽媽一齊來了 大家聽好嗎 Rebecca你好嘛 我們在玩船仔呀 我爺爺有隻小船就好了 我爺爺有隻小船就好了 原來Rebecca沒有玩具船的 原來Rebecca沒有玩具船的 我想到一個辦法 幸好我今天有帶一份報紙來這裡 我只需要一頁報紙 我只需要一頁報紙 那可以不要哪頁呢 那可以不要哪頁呢 新聞版 體育版 體育版 啊,時裝版 時裝版 不可以的 好吧,那我就用財經版 當我還小的時候 常常會利用報紙來摺東西玩 朱先生在這裡做什麼呢 就是摺紙船 朱先生摺了一隻紙船出來 朱先生,謝謝你呀 哈哈 George也很想要一隻紙船 我想今天我可以不要體育版 麻煩你,我可以要一隻 我也要 當然可以 朱先生,幫他們每個接一隻紙船 不如我們比賽吧 真是一個好主意 我們可以大口吸氣 然後吹紙船去對面岸 現在大家深呼吸一口 準備,預備,吹 我們分到勝負了 哦,哪一隻船是體育版的 那隻船是George的 George贏了 好耶 我很喜歡小船 但是我最喜歡的 都是紙船 我也是 是時候回家了 大家都玩得很開心 拜拜 拜拜,鴨仔 遲些見 鴨仔都覺得玩具船很好玩 但是他們最開心的 都是可以拿回自己的池塘 肥皂泡 Peppa和George在喝橙汁 為什麼你們喝得那麼吵 George,看看杯子裡的小泡泡 我可以把泡泡弄大一點 Peppa在他杯橙汁裡吹泡泡 泡泡 George,也想吹泡泡 Peppa,George 你們不應該拿飲品來玩的 對不起,爸爸 Peppa,如果你喜歡玩泡泡 不如玩回你的肥皂泡 對呀,我有肥皂泡 George,我們去花園吹肥皂泡 Peppa教George如何吹肥皂泡 首先,把泡泡泡在腥皂泡 然後吸一大口氣,然後再吹 寶寶 George,現在輪到你嘗嘗了 把泡泡泡泡泡在腥皂泡 把泡泡泡泡泡在腥皂泡 現在拿上來 吸一大口氣 現在吹吧 George很努力地吹 不過他不夠氣 George,你剛才吹得不夠大力 入棹香水 我有辦法向George吹得泡泡 將泡泡泡泡泡泡在腥皂泡泡 拿上來 之後踏海 泡泡 如果拿著她的水 Championship 打電影 George煩泡泡玩得很開心 Peppa, 打泡泡也玩得很開心 我很喜歡泡泡 糟了, 腩筋水已經消失了 爸爸, 媽媽 已經消失了腩筋水 Peppa, 不用擔心 我想到一個辦法 媽媽, 拿個水桶給我 好, 爸爸 Peppa, 拿洗潔精來 好, 爸爸 George, 拿個舊網球棒來 水桶? 洗潔精? 網球棒? 朱先生想做甚麼 首先, 我需要點水 然後下洗潔精 之後就是網球棒 謝謝 好, 你們看著 好, 小心 朱先生自己弄了腩筋水 大家跟我過來 小心, 爸爸 不要陷害了 不會有事的 爸爸, 你沒事吧 沒事, 我沒事 朱先生弄了一個很大的泡泡 糟了, 我弄死了一些蚊子水 現在我們不可以再弄泡泡了 不過我們可以玩另一個東西 就是跳泥桶, 看看 朱先生的蚊子水弄了一個泥桶出來 太好了 Peppa很喜歡在泥桶上跳上跳下 看看, 蚊子水令泥桶有很多泡泡走出來 Peppa很喜歡在很多泡泡的泥桶上跳上跳下 他們都很喜歡在很多泡泡泡的泥桶上跳下 朱爺爺的船 今天, 朱爺爺和朱媽媽帶Peppa和George遊船河 心肝寶貝, 歡迎上船 Peppa, George, 你們快點最好見救生衣 Peppa和George每次上朱爺爺的船 都一定要穿救生衣 在這艘船上, 我就是船長 知道了, 船長 知道了, 船長 假如爺爺船長吩咐你們做事的話 你們就要照做 不過傻事就可以不管 爺爺船長絕對不會叫人做傻事的 當然了, 爺爺船長 George, 升旗了 Peppa, 響鐘了 知道了, 船長 媽媽你呢, 負責獎堂 知道了, 船長 飛鴻 飛鴻 不如減慢速度洗慢一點, 爺爺 媽媽, 你這個主意很好 我也不想那麼快用了汽油 爺爺, 我想船洗快一點 放心吧, Peppa, 我們稍後再洗快一點 看看, 有另一艘船 他就是狗爺爺, 他帶著Danny出來游船 你好吧, 狗爺爺 你多好嘛, 豬爺爺 Danny 你好 Peppa 你好 狗爺爺是豬爺爺的好朋友 真是想不到你船到現在還能走 狗爺爺 他和你都差不多一年多了 總之我這艘船 怎麼能走得比你的三獸船快 豬爺爺 那好吧, 你這隻海狗 我們比賽過了 你輸也行, 水皮豬 你倆的表現像個小朋友一樣 狗爺爺 他剛才叫我做水皮豬 不過是你叫人做海狗先的, 爺爺 你應該和他道歉 好啊, 除非他和我道歉 爺爺, 你和豬爺爺他道歉 你們是好朋友 不, 他是一隻水皮豬 我手船一定比他快 那好吧, 海狗 我們就鬥快去到那條橋 我們就數三聲 一、二、出發 你偷步啊, 狗爺爺 你試試追我吧, 水皮豬 海狗 你手船只有這麼快 你追不到我 我贏了 糟了, 豬爺爺的船沒油了 你很聰明啊, 爺爺船長 可能我真的洗得太快了 我們怎麼回去 看看, 狗爺爺來了 狗爺爺可以拖我們回去 我不會讓那隻海狗拖我們回去 我也不會幫忙拖那隻水皮豬走 你們兩個真是一個大小孩 爺爺, 快和狗爺爺道歉 我剛才叫你做海狗 真是很對不起 爺爺, 你也跟豬爺爺他道歉 我叫你做水皮豬 也很對不起 那就好了, 狗爺爺 你做好心拖我們回去吧 這個是我的榮幸, 豬麻麻 接住吧, 船長 知道了, 船長 狗爺爺是豬爺爺很好的朋友 狗爺爺拖著豬爺爺的船回去吧 這次的重點是 我贏了一場比賽 爺爺, 爺爺你真是頑皮 Pepa, 響鐘 知道了, 爺爺船長 好, 爺爺 救命 Pepa和George去超級市場買東西 Pepa和George喜歡買東西 George喜歡坐救命車 Pepa也喜歡的 爹爺, 我可不可以都坐救命車 你這麼大個不能坐救命車 不過你可以幫忙買東西 好啊 救命清單裡面有四樣東西要買 番茄, 意大利粉, 洋蔥, 還有水果 我會找出來的 這邊 Pepa和George很喜歡買東西 Pepa, 首先我們要番茄 我看到番茄在哪裡 番茄在這裡, 媽媽 Pepa很厲害 一, 二, 三, 四 好啊, 放進去救命車裡 是我找不到番茄的 Pepa很厲害 有番茄, 救命清單少了一樣 清單下一樣是什麼呢 意大利粉 意大利粉 沒錯, George 不過是意大利粉 意大利粉 Pepa和George最喜歡吃意大利粉 不知道意大利粉放在哪裡 我看到了, 你在哪裡 意大利粉 媽媽看看, 意大利粉在哪裡 Pepa, 做得好 放一包意大利粉在救命車裡 好啊, 媽媽 意大利粉 George 是叫做意大利粉 意大利粉 Pepa, 清單下一樣是什麼 是薯片 清單上沒有薯片的 家裡還有很多薯片, Pepa 讓你再猜一遍 我想不起來是什麼 George記不記得 恐龍 恐龍 George 超級市場是沒有恐龍的 怎麼會有得賣 不是, George 清單上一樣是洋蔥 洋蔥, 我記得在哪裡 洋蔥在這裡 很棒 很棒 一, 二, 三, 四 洋蔥 很棒 清單的東西差不多買完了 清單還有最後一樣東西 植物 植物?清單上有嗎 不是, George 清單最後一樣東西是水果 不要緊, George 你要選什麼水果 水果在哪裡呢 在那邊 這裡有蘋果, 橙, 還有香蕉 還有一個很大的西瓜 George, 我們買哪一樣 要蘋果? 橙 香蕉 大西瓜 這裡是收銀處 買了的食物要在這裡付錢 番茄 意大利粉 洋蔥 西瓜 朱古力蛋糕 朱古力蛋糕 朱古力蛋糕? 清單上有嗎 Peppa, 你放過朱古力蛋糕在車上嗎 不是, 媽媽 George, 你放過朱古力蛋糕在車上嗎 不是 也不是我放進去的 那是誰 我打算做甜品也不錯 爸爸 爸爸, 你很頑皮 對不起, 蛋糕看起來很好吃 好像很好吃 我們就當它在清單上吧 朱古力蛋糕 好 爸爸的攝影機 牛猜斑馬先生 在派一個包裹去Peppa家 朱先生, 這是你的包裹 謝謝你, 斑馬先生 再見 看看, 我剛剛收到包裹 你們猜不猜到裡面是什麼 恐龍 George, 你什麼都說恐龍 所有東西都是這樣 這個包裹這麼小 裡面怎麼會是恐龍 我猜裡面是一個新玩具 都差不多了 我知道是什麼 是你的新攝影機 是爸爸的新玩具 說得沒錯 就是一部攝影機 我們可以用它拍影片 之後在電視上看 我可不可以先用, 爸爸 哈哈, 這對小朋友來說 有點困難 我也要看說明書才會用 嗯, 比我想像中困難 我知道Suzi的媽媽也有一部攝影機 我記得她是這樣開機的 喔, Peppa, 很棒 謝謝你購買攝影機三千 我已經準備好可以幫你拍第一個影片 有沒有辦法關掉聲音 我不知道 謝謝你購買攝影機三千 我記得Suzi那部機 只要按一下這個按鈕就不會有聲音了 謝謝你購買 這樣就沒有聲音了 Peppa很聰明 現在拍什麼才好呢 拍我 好呀 好呀, Peppa 好呀, 我是Peppa 大家都過來 好呀, 我是Peppa 再看一次 好呀 好呀, 我是Peppa 好呀, 我是Peppa 好呀, 我是Peppa 再看呀, 再看 不如我們再拍一下其他東西 我知道了, Daddy, 你先出去吧 我們拍一段影片給你看 這邊 朱先生在廚房等著的時候 朱太太、Peppa、George 就在拍神秘影片 不准偷看的, Daddy 好呀 我們每個人都要拍些東西 George, 想不想做第一個 拍完了嗎?我可以進來看影片嗎 拍完了, 你現在可以進來 George拍了些東西, 而Peppa也是 那就先看George的影片吧 好濃 coroner 其實, 現在是他想做一個恐龍 看來這個恐龍真是十分可怕 這隻恐龍感到大面 好嘩 極度, George被自己嚇到 George, 你別那麼害怕 電視機上那個不是真的恐龍 是你 恐龍 好, 現在看看Pepper的影片 呵呵呵 你在扮誰 我就是朱先生 呵呵呵 原來是我 看看我的肚腩很大 因為我經常吃很多曲奇餅 我的肚腩不是很大 不過我喜歡吃曲奇餅 你吃得越多, 肚腩就越大 好了, 下一條影片是什麼 他就是我可愛的弟弟George 他是朱太太 而這個就是我 而這個就是真正的朱先生 學校畫劇 Pepper的幼兒班打算表演畫劇 我們這班就表演小紅毛 好耶 每個小朋友都有份演出 他們要在家裡練習 Pepper要扮演小紅毛 朱太太為Pepper準備戲服 而朱先生就跟他練習 好了, Pepper, 你要說什麼 我的名字叫小紅毛 好啊, 那接著呢 我現在要去探我媽媽 我現在要去探我媽媽 好啊, Pepper Danny, 扮演大灰狼這個角色 狗爺爺和狗太太跟他在練習 我就是大灰狼 哈哈, 不笑好一點啊, Danny 你應該做得好 得人害怕一點 不如試試這樣吧, Danny 我就是大灰狼 我現在要吃了你 見到了 見到了 爺爺真是好得人害怕 Petro要扮演獵人的角色 他會在大灰狼救回Pepper 我啊, 我是獵人 我啊 Petro有點害羞 你要說 我現在要趕你走 你這隻大灰狼 走開啊, 哀哀灰狼 哈哈 很好啊, Petro Rebekah要扮演媽媽的角色 我要說什麼啊, 媽媽 先看看 在話劇開始的時候 你被大灰狼混在衣櫃裡 之後, 話劇完結的時候 獵人就救了你出來 你就跟她說 謝謝你啊 謝謝你啊 很好啊, Rebekah 所有家長都來看學校的話劇 各位先生女士 歡迎大家來看話劇啊 我們表演的就是小紅舞 好 首先, 我要介紹我們的演員出場 喵 各位, 各位 為了不要騷擾演員 請你們不要拍照 好了, 現在 我們話劇開始了 媽媽在家裡 不知道是誰來探望她呢 我就是大灰狼 做得很好啊, Danny 呃 糟了, Danny 忘了下一句對白 媽媽 你要進去衣櫃裡 進去衣櫃裡 之後 大灰狼現在扮成媽媽這樣 我的名字叫小紅舞 我現在要去探望我媽媽 好啊, Peppa 爸爸, 你現在不能拍照 對不起, Peppa 你繼續吧 我現在要去探望我媽媽 為什麼你都不像我媽媽 你有一對很大的眼睛 你有一對很大的牙齒 你根本不是我媽媽 你是大灰狼才真 救命啊, 救命啊 看看誰來了 時間剛剛好 是獵人Pedro 救命啊, 救命啊 時間剛剛好 是獵人Pedro Pedro有點害羞 Pedro, 需要我陪你出去嗎 好啊, 謝謝 好啊, 謝謝 你是一隻大灰狼 我救了你啊, 媽媽 好啊 謝謝你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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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dro, 你真的做得很好啊 差不多有我演得那麼好啊 小象Emily Peppa和她的朋友今天回唱郵班 每個小朋友都在自己掛勾上掛起一件外套 好啊 今天我們會有一個新同學來 她就是小象Emily Emily, 你好 你們好 Emily, 有點害羞啊 誰可以告訴Emily 這件外套要掛去哪兒 好啊, 好啊 一個就夠了 Peppa, 不如你告訴Emily 這件外套要掛去哪兒 好啊, 晴玲太太 我們有屬於自己的掛勾 這個是你的Emily Emily Emily掛起一件外套在自己的掛勾上 好啊, Emily 告訴我你今天想玩什麼啊 畫畫, 泥膠, 還是砌織木啊 嗯, 我不知道啊 可能是, 砌織木吧 各位小朋友呢 畫畫, 泥膠, 還是砌織木啊 砌織木 好啊 厲害啊, 看來今天齊織木很受歡迎啊 每個人都想坐在Emily旁邊 Emily, 你把這個織木搭上另一個織木裡 好像這樣 如果兩個織木拍在一起更好啊 不是, 這樣啊Emily 這樣放才對的,Emily 不是啊Emily, 是這樣啊 小朋友, 你們個個都好友善啊 不過Emily, 不如你自己試試砌織木啊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啊 我就會這樣砌了 原來Emily很擅長織木啊 夠了, 出去外面玩啊 好啊 好啊 Emily, 你想不想出去和大家一起玩啊 好啊, 謝謝 可不可以帶Emily去外面玩啊 可以啊, 程玲太太 是遊戲時間啊 Peppa和她的朋友在學校的花園玩 你抓不到 他們真的很吵啊 不如我們看看誰最大聲啊 好啊, 那就讓我來吧 Squick!Squick! 真的挺大聲啊 現在輪到Soy了 接著是Suzi 現在是Danny 真的很大聲啊 到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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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pppa是最大聲的 Emily, 你也嘗嘗 我不知道行不行啊 嘗嘗啦,Emily 好啊, 我嘗嘗啦 嘩, 厲害啊 真的很大聲啊 哇 再叫多一次啊 Emily, 現在不害羞了 Emily, 你想不想一起玩我最喜歡的遊戲啊 你最喜歡的遊戲是什麼啊 就是在泥淡跳上跳下 我也很喜歡跳泥淡的 Pepppa喜歡在泥淡跳上跳下 Emily喜歡在泥淡跳上跳下 好似很好玩啊 我來啦 情靈太太都喜歡在泥淡跳上跳下 每個人都喜歡在泥淡跳上跳下 Emily, 你第一天在我們唱遊班開不開心啊 開心啊, 情靈太太 我看見你認識很多新朋友啊 是啊 現在Emily就是我的朋友了 Emily都是我的朋友 都是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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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ily, 你最喜歡誰啊 我喜歡 Sussi, Danny, 還有蘇姨 還有Rebecca 還有Petro, 還有Peppa Polly的假期 爺爺和媽媽準備去度假 他們帶著英姆Polly去Peppa家 Peppa和George可以照顧她 各位, 你們好嗎 你好嗎, 爺爺 你真好, 媽媽媽 Polly知道是假期 可以和Peppa和George一起很開心 你好啊, Polly 你好啊, Polly 他們說什麼 英姆Polly就說什麼了 Polly的行李箱裡面有什麼 是Polly的食物 George, 你知不知道Polly最喜歡吃什麼 朱古力蛋糕 不是啊, 不是朱古力蛋糕 朱古力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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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我可不可以餵他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不過你要記住 千萬不要給她那麼多Polly吃 知道了, 爺爺 爺爺, 可不可以放Polly出來 可以, 不過你要記得 關好所有門和槍 那Polly就不會飛出去了 我知道了, 爺爺 再見了, Peppa, 再見了, George 再見了, 媽媽, 再見了, 爺爺 再見了, 媽媽, 再見了, 爺爺 你想不想喝杯茶 你想不想喝杯茶 George就倒Polly的食物出來 George, 你倒太多食物了 Polly會變得很大隻, 還會好像氣球一樣爆開 嘟 好像氣球一樣爆開, 嘟 是甚麼聲音 雪糕啊 是雪糕啊, 很厲害 糟了, George, 忘記關門了 雪糕啊 雪糕, 有雪糕嗎 是兔小姐, 她是賣雪糕的 你好啊, 豬太太 你好啊, 兔小姐, 四個甜筒啊, 麻煩 兔小姐, 麻煩你 George, 你剛才出來忘記關門了 Polly可能會飛出去了 Pepper不用擔心的 我肯定Polly還在裡面 Polly她不在 我們弄不見了Polly 爺爺和麻煩知道了一定會很傷心 不如我們去花園找找有沒有 看看, 是甚麼來的 朱太太, 在花園見到甚麼呢 是Polly啊, 太好了 不過, 爹地 我們怎麼在雪上拿回Polly下來 Pepper不用擔心 我會救Polly 過來吧, Polly 你想喝杯茶 糟了, Polly再飛高一點 慘了 爹地, 小心點 不要像你平時那樣在雪上跌下來 Polly Pepper不用擔心 我會很小心 過來吧, Polly 爹地, 爹地 爹地, 爹地 不知道George想去哪裡呢 George拿了Polly的爹地爹出來 Polly很喜歡吃爹地 爹地, 爹地 這個手提電話在響 甚麼 你好, 是麻麻 你們怎樣 我想跟Polly說幾句 好, 沒問題 你好, Polly 你的假期過得開心 你好, Polly 你的假期過得開心 Polly 玩具熊去郊遊 Pepper和他家人今天去郊遊 朱先生準備了去野餐 Pepper, George 你們準備好東西沒有? 準備好, 我要帶啤啤熊去 恐龍 你們帶玩具去, 一定要照顧他們 知道了, 媽媽 大家準備好沒有? 準備好了, 爹地 好, 出發 恐龍 George, 忘記帶恐龍 George, 你應該好好照顧恐龍 知道嗎? 恐龍 大家現在是否很肯定 已經帶齊所有東西 沒有忘記我 是呀, 爹地 啤啤熊 我忘記拿啤啤熊 你放了啤啤熊在哪裡? 我想 放了在廚房的桌子 Pepper, 你應該好好照顧啤啤熊 啤啤熊 我們又出發了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爹地 我們出發 這裡就是野餐的地方 我們到了 太好了 這個野餐的地方真是好 這裡很寧靜, 令人很舒服 是蘇姨, 還有她爸爸, 郵差先生 你好, 巴馬先生 你送信來給我們嗎? 我今天不是來派信的 我今天放假 我們是來這裡野餐的 我們也是 我有個好主意 不如一起來個大型野餐 好啊 很盛大的野餐 我和Jorge可不可以離開桌子 好啊 我們想和蘇姨玩 好啊, Peppa 蘇姨, 我帶了啤啤熊來 我帶了我的猴子 好餓 我有一套野餐玩具 我們玩野餐吧 有鴨仔 我們每次野餐的時候 他們就會過來的 我們現在 炸帝有橙汁在這裡 我們還可以炸帝有蛋糕 炸帝有蛋糕在碟裡 很好吃啊 糟了 我想鴨仔不喜歡炸帝的蛋糕 算了, 即是還有很多 留給猴子 恐龍先生 和啤啤熊 好吃啊 猴子 沒吃過這麼好吃的蛋糕 Pepa George 時間回去了 再見, 蘇姨 再見 大家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爹地 我們還是時候要回家了, 蘇姨 知道了, 爹地 杯, 碟 猴子, 啤啤熊 糟了, 啤啤熊 你不應該在這裡 Pepa 忘了拿啤啤熊 又是這樣的 Pepa和家人回家了 今天我開了很久的車 現在很想可以放鬆一下 浪高雙腳再看看 啤啤熊 我忘了拿啤啤熊 Pepa, 爹地 就要駕駛很遠的路 回到野餐那裡找 是呀, 當然 二, 是巴馬先生 郵差先生 你今天不是放假的嗎 巴馬先生 沒錯, 我今天是放假 不過蘇姨帶了一個很特別的郵件 過來 收件人是Pepa小姐 你的郵件, Peppa 是什麼 是啤啤熊 你剛才忘了拿啤啤熊 所以我們送她回家 蘇姨, 謝謝你 啤啤熊今天交遊 一定是覺得很刺激 不過, Peppa 你應該好好照顧她才對 知道了, 媽媽 啤啤熊, 你今天真的很頑皮 你一定要答應我 千萬不要亂走 以後要乖乖地 對不起, Peppa 我答應你 嘿嘿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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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